縱火案發生後 附近監視器拍下很多雜物 從天而降 路過了騎士和居民 紛紛跑出來查看 而屋內更是變成這副模樣 麻煩這次要拍救護車 救護車到現場 火警觸發社區大樓灑水系統 現場已經沒有明顯火勢 水也從屋內外流到走廊 附近居民說 當下聽到一聲巨響 砰 摩倒聲 摩到整個 我們車也去拿到 好像氣爆 氣爆 聽說是 看看地上有窗簾碎玻璃等雜物 鄰居的車窗和板金 也因為噴溅有損傷 意外發生在新北市新莊 上午接近十一點半 在場的黃心男子和靈性女子 全身多處燒燙傷 意識清楚送醫 其中黃心男子就是縱火嫌犯 有生命危險 他當初潑灑汽油縱火後 疑似疼痛不堪 打破窗戶從四樓摔落到三樓露台 而報案的靈性女子 則是躲在廁所 警方調查起火地點是女子住處 兩人一次在屋內起爭執 受傷女屋主指控 男方潑灑汽油縱火 雙方為了什麼事情吵架 將等兩人傷勢穩定釐清 而這把火造成兩人受傷 幸好沒有再波及無辜 TVBS新聞黃靖國韓上倫新北市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請下載TVBS新聞 請下載TVBS